他们都以为我从来不看 谁是谁啊 他以为我活得潇洒吗 不知道 他以为我走得多么 他肯定没上过珠峰了 他以为我玩的狂吗 不知道 因为意识的世界 是个 啥是个未知的世界 但也是个高 可能高度的宽阔的世界 先活得长 才能看得见结论 这过去大家不是说的叫last man 历史的最后之人 我觉得这最后之人就是已经 看起来什么都解决了 但是这last man还是要fight 为他们的honor 或为什么东西 意义的寻求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永远都去不掉的 我操心不了的事情 我就不操心 我非那个劲儿 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反感他们 谈八卦那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人类基因的计划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 什么事情都要搂底浆 要解决根本问题 对吧 神脑病史都是基因决定的 你为什么不从基因做手的 你谈那些东西干嘛 但是你不认知的时候 你就会把某些现象 都说得非常的重要 对吧 你会把肝细胞说得非常重要 对 你会把那个蛋白质说得非常重要 你会把免疫学说得非常重要 其实没有基因什么都没 所以说在上一千年的科学家的评比上 有的把牛顿放在第一 按时间排水 牛顿按伊斯坦 物理学家最看不起的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干什么呢 就是捡了一堆标本 一堆尸体啊 干尸体和那个化石啊 他放在家里面看了20年 写出了物经天泽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标本员 华大招人看不起 你们是测序吗 那堆数据有什么用啊 我说同志们 这就跟那个做那个双螺旋 就跟达尔文捡标本啊 看谁能够气成丹田 你这个数据多了就不一样了 我想从未来来看的话 可能达尔文会排到第一位去 比如说回到更更小的时候 比较清晰的感觉到 就你现在说这种就是价值观的这个成立 实际所以是不会这么想 不是我觉得价值观不重要 但是您是靠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在驱动的 那不是自己也好啊 不是不是不是一定不是 我在价值观上放到最不重要的位置 三观中央最重要是人生观最重要 人生观不就价值观 那是两回事儿 我三观都跟大家不一样 第一个我是世界观跟大家不一样 我看世界我看得见将来会是什么样 无非是我就一定能实现 所以说你今天参观的话 我们所有东西 理论上的东西都在世界 有一个侧鱼跟一个正常计算机相比 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能可比吗 和计算机比的话 它可能计算机更多的就是电气元件为主 那在这个里面它有生化反应 这一步 有没有有一天比如这个东西也变成像一个 是 对对对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对比就是摩尔定律 就是计算机不是因为摩尔定律 从一个特大的库房一样东西 就跑到一个芯片那么大 就这个测试仪也会 有一天是不是我们的手机 你的基因所有东西 可以很快这么检测出来 然后对自己的生命的修正更正 你说有一天是 你怎么算的 哪一天 20年10年 很快量机就出来了 然后都会怎么样 我就很好奇 有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生脑病是变成一个3D的4D的表现系统 一个阿凡达的表现系统就出来了 但是我就始终想的就是对自己有种帮助 对人类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的 改变就是生产上改变 能不能把农业 把一万年的农业模式都给它变了 我们的那个新楼里面300平方米20米高 要供应华达6000人的那个蔬菜和蛋白质 一人一个立方米够了 这就是我们的明年的目标 我现在农业就提出的是 一劳永逸不劳而获 工业的崛起它是农业支撑的 相对于工业革命你算什么呢 工业革命做法是这个种吹鼓拉秀 所以我就充分体会到大规模的操作的 成本和效率的关系 然后我们动不动就把市场价格砍一个零 现在美国做一个PCR 做一个疾病的诊断是1400块钱 我们现在做胎儿诊断 我们提出1块钱 那实际上是根本美元比是1比1万了 如果实行的话 这个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森之寺全部启动了 昆明全部启动了 昆明全部启动了 前西南 渝北 那已经开始了 已经将近1亿人口了 就在这些区域的话 那种未来新生小孩那种基因疾病就会 马上就下去了 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基因缺陷了 甚至很少疾病的世界的 跟时代的出现 对吧 我就认为就快到了 所以敲钟的时候 为什么 我说是敲响了基因相关疾病的上种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就跟农业时代 跟工业时代 没法说到一块去 所以过了20年之后 我们所有的对于经济 生活意义的理解 都会发生很巨大的变化 农业革命和原始采哲带来的变化 工业革命对农业革命的摧毁 对吧 信息时代对工业思想的摧毁 生命科学对工业思想 这边是纳米尺度的 这边是微米尺度的 到厘米尺度 你对你的生老病史 就像看一本那个联合画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 他一比就比得出来 我所有的变化都清清楚楚 那我就真的知道 我的生老病史 是哪一天怎么控制 你们现在上面这个好 还是下面那个没有好 这边上面变好一点 汪剑很少谈论他的早年经历 在媒体上他总是强调 吃喝玩乐是他的人生哲学 但我还是好奇 在他表面的戏谑之下 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样的力量 塑造了这种价值观 我跟我谈什么兴趣驱动 少扯淡 通通是吃饱撑的 达文不吃饱他能干这事吗 他吃饱撑了不就是你驱动吗 这两个有矛盾吗 不是他先吃饱了 他先呢他妈殖民主义带来的财富又不完 没有一个人在贫困中为人类做出贡献来的 没有人 政治家如此 科学家也如此 我认为最傻的就是企业家 那你干嘛干这啥事啊 我是什么 我啥都不是 我是吃饱撑的 不是企业家 是撑点 我追求的是人类终极追求 那就是吃喝玩的这个两制勇 对不对 三皇五帝最终的人生 都是念丹嘛 对不对 我们干嘛不提前念丹 现在的华大 比如说在全世界里面竞争者有吗 你觉得 没有 回到94年 当然您总于在美国待了六年了 要回到中国 是跟受到这个基因组计划的启发 那我关你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技术变革的话 必然带来科学和产业的双重机会 工业的崛起 它是农业支撑的 对吧 所有的国家的 都是 都是农业崛起 你要回顾来说 那个民族卫星 它有三件事情 就是现在 你不能不服它 主张大力发展隧道 所以它到了甲午的时候 六个新品种 使它的整个日本的水道产量翻翻 还有这个有意思的数据 对 它支撑着日本的农业增长 第二件事情 工薪产业 培植的工薪产业 就是丝绸 甲午的时候 70%的军费是商产业 是丝绸业支撑的 第三件事情 就是它确定它的海洋战略 它先是近海捕捞 然后到远洋捕捞 然后你去看1860年 它确定的 它叫大东亚安全线 利益线和安全线 所以它现在的 竞产与什么那种海洋那种模式 其实是那个时候 是明智卫星确定下来 这三大的农业支撑了它后面的工业发展 所以你要搞一次新的 通过生物技术来完成的新的 类似的明智卫星的事是吗 不是 对吧 这有200年落后 我们为什么不到前面去跑去玩玩 我说 跟到后面走烦不烦 烦 那时候到前面去玩玩行不行 行 完了吗 您什么时候觉得 我们现在真跑到前面来了 是我们带着就玩了 2003年 那么早就开始 对啊 2000年的时候 发现有大规模计算数学的方法 有香港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基因可以拼起来 就计算技术 和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结合起来 可以突破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没反应过来 英国根本就不跟计算机来往 美国的他妈的有两派 一般就是数学计算导向派 一般是生物学导向开 我一看打什么架 这两个方便一块绝对赢 我多鸡折 我一看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挺意外的一个 不 你不在前缘你体会不到 对对 我一看到美国那个大的 他为什么行啊 他7000多个CPU抓在一块 我回来我就订了3000个CPU 跟我谈大数据 老子是祖宗的祖宗本 您有没有特别科学上或智力上那种偶像的人物 比如说达尔文或者什么 他会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在综合评价上 已经不至于他们的共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200多万人的出生缺陷控制 将近有2万个家庭了 如果我们明年做到2000万呢 如果我们做到20亿呢 对吧 要把这个科学论文写在人类的地球大地上 商业直觉和领导能力上怎么 包括你那些朋友 比如像你跟比尔盖茨 或者碰铁很多成功的商人吗 你跟他们 你会潜意识做比较吗 你跟他们的相似和不相似 没有相似性 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为了拯救自己和拯救人类来的 我先拯救自己来 我说我对我自己描述很简单 贪生怕死 自私自利 贪婪懒惰 12个字 贪生怕死就跟我来 勤劳勇敢的一边去 就是我说你笑你不信 我干你看 你怀疑 我好你学 你交钱 好谢谢 到时候这个报告的话 可以到时候 工作人员发到牛箱 行 你特别疲倦的时候怎么办 疲倦 会吗 特别疲倦的时候 随便找个灯上迷一会儿 就好了 这样 有个20分钟就够了 是不是你把它弄糊了 确实也弄糊了 对 大概多久 你还多少年可以把它弄糊 现在主要是生不出来 是没有那样的一个容量来 它带人不来 别的相似带人不来 嗯 如果是纯粹一个科学家 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做科学很厉害 我87年的时候 我就参加湘雅的那个副教授竞争 我十几篇第一作者文章 在那个时代 几乎没有人受对手 最近我才突然误出了 其实还是工具问题 嗯 我80年代初有那么牛逼 是因为世界银行贷款 给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他们天天抱着那个电子显微镜 别人跟我一抢 我就晚上干 你晚上干到10点 我从晚上10点干到天亮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新东西 所以你觉得工具是驱动一切变化 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嗯 有了用火的能力 就有了食物肉食才有人的进化 有了最稍微高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陶瓷 就有了青铜器 到了上千度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铁器 到了上万度温度的控制 就火炮 到上百万度上亿度的 就是核武器 嗯 都是你对那个东西掌控能力啊 对一个工具掌控能力啊 你没有这些工具不可能的 唯一一个人真正牛逼的就是那个 就是爱因斯兰 就空箱出来 他也他那个量子测量 他还是他想出来有人给他测 所以那个物理科学实际上说白了 也是个测量科学 生命科学也是个测量科学 对吧 你有测量 为什么我对这个认知那块 表示一个怀疑呢 因为你没有测量 没有真正可信的测量工具 对吧 我们思维过程是一个量子过程 我现在没工具 我量不出来什么东西 先犯一犯 没劲儿干什么 他自然到时候就会认知他的 所以这些灵魂这些意识 都是可以通过新的工具来 都一定会 把它算法化数据化的 一定会 所以您也不太相信人身上存在的那种神秘性 不可解的神秘性 神秘性是我不认知啊 是无知带来的 对啊 哪有从意不可解的 有因就能解得开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盲目的 科学 科学主义式的自信 那科学训练的前提 就要意识到这种无知的存在啊 就无知你去探索 你觉得你有精力你就探索 你觉得你有心去探索 那怎么比如解释像牛顿这些人这么聪明的人 到晚年好像又回到了意识对他们的诱惑 难道是他们不认知 就是说他们也很高啊 这个心理上的逻辑是 现在是没法量化评价的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量化评价 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你管他们是干什么 你猜那么远干什么 您都想那么远了 我们就不能去 不是我想的是能实现的 不能实现的先放一边去 我要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我的认知和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未来社会上可圈可点流的一个里边 不要为那个秘书 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一辈子犯资 但比如人类社会的存在 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非常的 要解决现实问题 另一部分人充满了幻想 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吗 我们现在还不够幻想 要求幻想 就是说你以一种非常理性的面目 或者说和逻辑的面目 做出一个特别幻想的一事 是不是 对啊 对吧 一个疯狂的事 我已经够幻想 你说算了我幻想 就不公平了 但你想过自己身上的这种 这种这么持久的一个热情 强烈的热情 从哪来的呢 是基因带来的吗 不是挺好玩的啊 但您的生命不是车而乐 你的生命是创造力 创造性啊 你是对创造性的迷恋的 你不是对车 你对车而言远不迷恋 我觉得你 你就是忽悠人的 你是对不断创造新的东西的兴奋 对 那也是一种玩吧 你把它当成一种玩吧 我操 今天要做多少下啊 我要做多少下 不是 我在做多少下 你这个平时不做呢 不行 我没这么做 你要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 哎呦 丢人呢 我这 给我们丢人 你们谁要来试试 哈哈 哈哈 你们谁要来试试 汪剑有他刻意的强势与戏 回避我对他内心的追问 到底是什么促使他 以如此的热情 投入到对生命科学的探究 我感到答案或许存在于 他一直试图忽略的个人成长记忆之中 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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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候最想干嘛呀 十几岁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这想不想不想 对那时候想干嘛 想进城过来 那插队是吧 那时候 对啊 你现在回忆起来 比如说 当时在措耳蝶生活 对你个人的想法也好 性格也好 这种影响 想什么法 今天晚上有没有吃的 晚上能不能吃饱 我在生活中 就没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 就是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发明 就是这个监守制造 我们那个粮食上面 都是用那个 灰印嘛 盖的那个印嘛 然后是几个人 你负责钥匙 我负责印 他负责什么 三个人在开那两张 才不开的 但是我的妈 晚上 没得吃的 怎么办呢 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就从那下面就拿 捅 嗯 然后又动 那个那骨子就 就漏下来 也不能漏多了 漏过一斤两斤的 就把它冲成米 当天晚上就得煮着吃了 第二天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要不然监守制造就暴露了 后来说哎呀这个不好 这个有个内疚感 就是那干脆就弄点粮食 在边上弄个空房子 嗯 然后到晚上就放几个放一袋 然后老鼠就会进去 嗯 估计进去了十几只老鼠 把老鼠一关 然后把老鼠全部消灭掉 那煮一顿吃的 那吃肉我差 比监守知道粮食很厚 好吃吗 当然对 你说能不好吃吗 你饿了天温地暗 什么东西不好吃 嗯 最好玩的事情就是 有一年我们家闺女那个 医药就面试没有娶她 她就不得了了把门关了 我问你闺女啊 你这老大赶紧回来吃吃饭 你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痛苦 是吧 我说我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精神痛苦 只有肉体痛苦 我就知道三天两天不吃饭 是什么吃饭 什么两天想不开 我从来没有过 我说她闺女有本事你别出来 刚开始还跟我说话 后来理得不理了 把门反锁了 我们就是装模作样 放个面包 放个血放了碗 第一天她真的没碰 第二天晚上 把头上摸摸出来了 我说闺女啊 你这个精神痛苦重要 还是热体痛不重要 嗯 真的还没人精神痛苦 我们那个我见得太多了 什么狗皮精神痛苦呢 就是你给别人讲整个的这个 不是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策划 就是华达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把这个 把历史回顾了一下 把未来展样了一下 就是实际上就定下来 就这个方向 嗯 我总想看了一下 就是宏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说白了 就这么三件事 嗯 就这三件事 能源这个无极限的时候 能源可控无极限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农业就 新的农业就出来了 就可以一劳有命 一劳二货了 嗯 对吧 当这个生命基因可操控的时候 生命是不是 理论上就快说无极限了 然后就认知吧 对吧 嗯 所以对认知对于没有测浪的话 所以认知就是 近期还解决不了 嗯 大家都能从心理学活动啊 从那个作家的那个 胡想上 八想上去 去掰了 就是 否定我们的工作 说胡想 那不是胡想 我那个就主张 你要你要找的物质根据 哈哈 没有物质根据都是不够的 但人不是光有物质构成的 他那个精神也是物质 你是很特别相信这一点是吧 我就觉得不信 我就觉得 对 你没有能量代谢的时候 你还能想东西吗 不可能的 对 但是仅有能量代谢也不能写东西 也不能想东西 所以说它是分子层面引外的东西 是 我们现在没认知它 不否定它 也不要放大它 对 如果20 就像您说2074年离开的话 你希望墓碑上能写什么 精彩人生 我不是早写好了 我已经潇洒够了 我管那么多呢 而且我细胞找存在那儿 小心 他妈的 造一个出来 生命科学实际上 生命定义是什么 生命怎么来的 怎么去的 为什么生老病死就是自然规律呢 农业革命的认知 工业革命的认知 信息时代的认知 但是都给它抹掉了 我这讲的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对不对 你可以造出任何工业东西来 我可以造出任何生命东西来 所以我们看了宗教界的人 是躲得远远 最后他们的合法性是吧 对 上帝在哪儿了 等一下你去过我们那个 到我们五楼会议室去 小王 谢谢 这个501那个房子是不是空的 对 对 对 那个在那个室内 你是感觉的 坐在那个森林里面 你去 真的啊 保证 不是看一眼 转移到那去 你还是不要追问的 你们还追问 直接把你们搞懵了 还想追问我 这句话一定要记着 是不是搞懵了 对 但很多地方不同意你们的 我不是一个幻想家 我不是讲我会多了理论 我觉得您是真正的幻想家 真正的幻想家 我是最大实践的 我别的本事没有 说到做到 其实 挺好 保持住啊 我靠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 你看看我们这里 什么人间仙境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吗 再造个伊甸园的感觉 那当然了 是吧 我又把人造完了 这些智慧都有了 一个内心要当上帝的人 太可怕了 走走走走 接着聊 是好神奇啊 我现在是整个想象就是 室内环境室外化 室外环境动物园化 最终是造这个人间仙境 我懒得理你们 你们爱说我好呀好 坏呀好 你有本事有这个地方 让你在这活着 那你觉得未来五年 十年或二十年 最重要的大知识 到底是什么呢 医疗和健康是非常清晰的 对吧 就是对生命的掌控 对这个新型农业的掌控 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立体农业不靠土壤 掌控生老病死 不是梦想啊 你觉得这样的时代会来吗 肯定会来 是不是 你不觉得可怕吗 可怕那是工业社会 以为可怕 我们是未来社会的人 不可怕 对吧 他们那天说你这小事 你这哥们老哥们 你就是一个混在当今 活在未来的人 我说这个话对 我还听 我对当今的东西 我就没多大兴趣 对吧 这个房间你一进来 就2.5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 氧气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一到火星 一到别的星球 就都不是问题了 绝对不是问题了 就现在所有地球的困境 都可以解决了 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世界是 为活得藏的人准备的 你不要去想那些社会问题 你费那么多劲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你不想想世界下一步是什么 往那一蹦过去 这些过去全都去掉了 对吧 往事如烟 它就是如烟 那就是说 对您来说 从莎士比亚到哥德 到鲁迅都没有意义了 他们这些人存在 他们都有 从来不看 谁是谁啊 这是一个最大的冲突 就是生命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冲突 所有的思想文化积累 都是工业革命和农业积累来的 我说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我们进入个全新状态 我将来把你大佬给你解密了 我说 思想再拐不惯 给你灌点迷魂汤 我说 再给你吃点幸福水 但您不觉得人的记忆痛苦 哪来的记忆痛苦吗 痛苦什么苦 你这时候对人反而来一点 我怎么没痛苦 不可能没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呢 如果你坦诚的说 没痛苦 好吧 这属于耍赖 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吃不饱穿不暖 你痛苦一定是把你的思想要强加于别人 别人不听你你就痛苦 我根本就不想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会有痛苦呢 你骂我 我从来没听见 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要你的说我 想那么多干嘛 你躲开那种痛苦不就完了 这个痛苦并不一定是对抗 这就是人的一种天然的一部分 天然你换一下 你作为一个猴子 你打兵 你闺女肯定不同意这个 所以我闺女 最后跑出来吃我的饭 他有没有是两天两夜不出来 三四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您不真的很少担心比如技术失控带来的风险 我管得了吗 但是所有 比如当年比如爱因斯坦造了原子弹 他其实是很内心很多的纠结斗争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由他而起 不是 他说你这个说法就是典型的这个学者的想法 你这给我扣帽子 然后我就把他不说了 这个学者都可以这样 我说你给我闭嘴 你做一些事情 你来 你来牵头从头做到尾 你说过来怎么样 他马上就不说话了 你做着做着你就知道了 你有那么多责任 你有那么多人 张主子要吃饭了 他跟实践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人批评实践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那你去批评你的啊 我还没听见啊 我怎么管那么多呢 地盘在我的手里 我想怎么干怎么干 我没有拿纳税人的钱责做的事 你就管不着 potential的会带来双刃剑 那potential的 那我就不能不动啊 什么事情前缘都是双刃剑 你这个必须面对这样的事情 如果所以我都不参与这样的讨论 你问我什么痛 我没痛 我为什么痛快 问我什么难处 我没难处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往前走 精神上的东西要靠自己化解 当你这种社会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就换出活法 对吧 你像文革的时候呢 弄的时候我下乡去了 我跟农民在一起 那无忧无仇 对吧 所有斗争跟我们斗没关系 我们是唯一的就是填饱肚子 那不是一种活法吗